來 妹妹 消水火花 蕭敬騰曾上傳親自交泡泡麵影片 後頭神明打上聚光燈 超顯眼 是蕭敬騰妻子 Summer 二零一五年 曾連織八個醒筊 好不容易成為爐主留住的財神爺 直到今年也是連兩年 將財神爺留在公司供奉 虔誠信仰被民眾發現 來自臺北松山的一間財神廟 直擊廟裡光明燈與鏡線燈籠 就有蕭敬騰跟Summer 領友會的名字 近幾年Summer 把蕭敬騰公司打理的有聲有色 旗下員工 光明燈也一併點好點滿 Summer也很貼心 替旗下的公司藝人 還有造型師點光明燈 像是王子 艾薇 小雨等人都在上頭 我有看到蕭敬騰 我覺得這麼多名人都來加持 都來拜的話 他一定是很靈驗的 整排光明燈都是藝人本名 各個角落除了火紅的啦啦隊員 林湘 綜藝教母張小燕 藝人梁錦華 作家劉軒 導演賴生川也都在上頭 廟房主委透露 其中最讓他印象深刻的 還是Summer 他是每一年都有 都有參加我們的法會 因為他們來都很低調 就是他們有寶到 就是連續寶兩年 三年的連續的 這間財神廟 多年前曾有電視節目到訪 當年讓很多演藝圈的人來訪 每年開放點燈 一小時內就登記點滿 眼看Summer年年點燈 公司營運狀況一年比一年好 今年還好灑百萬紅包 犒賞員工 小廟光明燈布滿名人姓名 也成為鄉客到訪 驻足亮點 煙炮聲響起 盧浦宣天 這是一年一度的六房媽祖 繞境 信徒共襄盛舉 要跟著六房媽 繞境賜福 最後來到新盧祖家中 安座供奉 擁有三百多年歷史的 六房媽祖 已有神無妙文明 每年都會拔揮選出新盧祖 將媽祖迎回家中供奉 但想當奴主 除了得植出最多型部位 獲得媽祖同意 還得先符合下列條件 家裡要有空間 我們本身要有一個 需要配品種時依 就要來跟我們 台中六房媽廟 來交鳳雄禮拜 最主要是說 對我們六房媽的心 六房媽又有生意媽支撐 相傳只要當上奴主 都能事業興旺 每年盧祖選拔時 都吸引上百人同場擲筊 從我們現場的盧祖 是我們做我們全世界 蓋上人家的工具 做得非常好 今年才90歲 擲十一筊 盧祖需要每天奉香敬茶 前程供奉媽祖 更要決定繞進路線 出錢出力 但信徒都認為 盧祖能得到媽祖庇佑 像是台中新設酒莊媽 九年才擲筊選盧祖一次 吸引大批信徒 擲筊搶當盧祖 彰化南妖宮 更曾有過幾百名信徒 同時繳筑盧祖之位 想獲得媽祖清典成為盧祖 可一點也不容易 三千萬全品好好台中報導 賣相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